上集呢 谈了位于秦岭的中南山 本集呢 接着谈王维的另一首 仇打友人张九龄的诗作 仇张绍甫 此诗呢 曾令当年三十来岁的笔者 沉溺其中意境而不能自拔 仇张绍甫 晚年为好境 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常测 空之反旧林 松风吹解带 山岳照弹琴 君问穷通礼 于歌入谱身 王维的这首颇具道家色彩的诗作 在结尾处竟然画龙点睛般的 渲染了命理与人生 有意思啊 作为命理呢 既是民间俗话讲的算命术 此数小则可以为人排忧解难 大则可以安邦定国平天下 境界高者可以由树入道 以树行道 君问穷通礼一句 穷不一定单指经济上的结局 而是泛指人生陷入了困境 有一种穷途末路的感觉 通即是通达顺畅 穷通二字 比喻人生运程的困恶逆境 或者是顺畅通达 王维呢 对于穷通的感悟 已然达至深邃玄妙的境界 你听这个君问穷通礼 余歌入谱深 你要想得知人生的运势究竟是顺遂通达 或者是穷困窘途 那么好啊 我来告诉你 所谓人生命运 就像是在烟波浩渺的云水深处 隐约传来渔夫的歌声 你如果问这是什么意思 告诉你 深不可测 一千多年后 另一位美国人 在他的诗歌中又抒发了 同样的关于命运的感慨 他就是那位在2016秉申年 被瑞典文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 美国作家兼歌手Bob Dylan 他在那首答案在风中 又一随风飘荡中 每段歌词的结尾都在反复唱 说朋友答案在风中飘荡 那么王维说呢 人生最终答案在云水深处 Bob Dylan说呢 答案在风中 宝通以为 不要说世上普通民众 想要得到人生答案而求职不得 就连这个具有如此超凡才华的两位 古今中外的大才子 也同样是屠呼奈何 不过与普通大众不同的 是他们将这个 人间永恒的最大疑惑 以诗意的语言表达出来了而已 也就讲到我们下了 我学会老师 我学会的 你看然后就是 我学会有什么太远的 蓬地墙的 我学会的